- 召喚動足先機動人掌握機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召喚動人大呼呼 肉板的盤後幾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四 禮拜四是我們的直播時間 那投資好朋友們 如果說你有持股上的問題的話 一樣歡迎你到這個17HOWIABALL的部分 來做提問 我們時間允許的話 儘量回答大家手中持股的問題 好不好 好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這個盤 我們今天大盤漲176點 然後歐利西漲1.92點 它還是一個持續反彈的格局 投票朋友 我還是認為它在反彈 它還是反彈 因為你可以看這部分 就這一根是1月30號武漢肺炎的部分 打下來的大黑棒對不對 它現在已經談到快要到一半的位階 那談到快一半的位階 其實現在的均線都怎麼樣 都比較偏下壓 我個人是不太認為它會V型反轉 我個人不太這麼認為 就是如果說就指數方便 我不認為它會V型 但是個股是不一樣的 所以指數跟個股 我認為你要可能要稍微 短線上要分開看 因為它現在談到一半的部分 然後均線往下彎 我們假設如果它全部彈回去好了 就是V轉把這根吃掉 假設就是過幾天 哇就一直衝一直衝把這邊吃掉 把這邊吃掉的話代表什麼 應該就代表這個武漢肺炎 就是完全虛精一場嘛 什麼事都沒發生嘛 不是就K線來講就是 這個就是唬爛的嘛 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是事實上呢 它就正在發生嘛 不是嗎 封城的封城嘛 然後船不准停到港口的 然後不能入境的一大堆嘛 然後2月10號這個地方 那個大陸才要開工嘛 那開工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鍛鍊效果什麼都不好在看嘛 所以它的造成的影響 它確實是存在的嘛 你不能說它不在嘛 對不對 有沒有 應該沒錯嘛 它確實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說一個存在的東西 然後長回來 變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剛剛認為這個機會不太大啦 所以呢 所以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碰到均線 稍微尊重一下線人壓力怎麼樣 然後再往下稍微測一下 但是我們所說的什麼 打右腳啦 那打右腳 就是打右腳 然後後面如果說疫情真的沒什麼問題 然後右腳打完就整個 怎麼樣整個就 就往該衝的就往上衝 好不好 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然後我們看一下 那為什麼今天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其實盤中的時候有一個消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啊 他說這個啦 就是回憶美胖三億 中國下調對750美元商品關稅 這是在中午的時候 中午的時候出來的新聞 也就是說 就武漢肺炎的部分 那當然怎麼樣 就是本來 大家看的是那個中美貿易關係嘛 他們的關稅談判嘛 那應該武漢肺炎的關係 現在就兩邊好像有施出一些善意嘛 施出一些善意的話 變成說什麼 變成開始做一點和緩的動作 也就是今天是因為這個利多怎麼樣 利多把指數往上墊 那往上墊明天是禮拜五啦 禮拜五照理說應該是 會比較正來正去的 好不好 那其實的部分一樣啦 其實並沒有大幅的拉開 那個開上市的成本區 開上市36749嘛 現在是37012 其實差不多差不多 也就是說什麼 他也沒有說多 他多幾千口什麼的 然後大幅看多也沒有 就是持平的水位 好不好 就持平水位啦 所以如果說就指數來說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啦 就一樣ODC嘛 ODC之前這是慣性嘛對不對 這是慣性嘛 慣性被灌破之後 他回來撤嘛 回來撤 這個有辦法拉回去 當然他就超強了啦 不過疫情如果在那邊的話 疫情如果在那邊 這邊應該是弄一弄吧 弄一弄然後回來做右腳 所以如果說你是在這邊 股票全部賣光光砍光光的對不對 眼睛閉著全部殺光的 或是放空的嗎 被嘎上來的 好不好 那個大幅如果說有回來 有右腳出現的話 就是你做多的 你重新建立部位的 你放空的怎麼樣 放空的趕快補一補啊 就差不多這個樣子啊 好不好 就是就指數 指數我的看法啦 好不好 那各股方面 都沒有各股 當然如果說你 你不確定因素還存在的話 那不確定因素還存在的話 就是做做短線嘛 就你拿其他地方就好了嘛 因為就我認識的法人 一樣有在做啦 不過呢 大家不太敢留單 沒什麼人敢留單啊 基本上都是拉起來 有賺趕快出掉 就我認識的法人這邊 代操了什麼的 大家都不太敢留單 下了半死 為什麼 因為2月10號 2月10號是中國這個地方 你們講 中國這個地方就是開工嘛 然後呢 如果說以蘋果這邊 蘋果這邊就是 紅海是什麼 最終的消費端嘛 消費端裝置 它有組裝的部分嘛 它如果受到影響的話 是整個都會停 就變成鍛鍊了 所以呢 所以但是 應該這麼講啊 你現在很high對不對 比如說啊 好強好強好high喔 一旦下個禮拜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邊都跑不掉 就像口罩股一樣 好不好 應該沒錯嘛 上禮拜很強嘛 哇 口罩股有夠棒 我要趕快追 現在呢 現在你當口罩你就不會糊了 對不對 我都跌停板 基本上有可能會這樣子 就是現在都是 應該這麼講啦 大跌大漲本來就不是正常嘛 大跌大漲根本就正常 但是呢 但是維持一個獲利的感覺 有可以賺錢我就幫你賺 但是呢就是做短線 好不好做短線 像這個微剛 我們昨天做過短線嘛 現在一樣在74塊這邊吐一吐嘛 吐一吐 那個還是一樣啦 斷鍊的問題 斷鍊 會不會有斷鍊問題的話 就是好好再看 所以呢 所以下個禮拜 如果確定沒問題的話 這個我們該補不會就補不會 我們現在就是 朋友 有沒有我的持股沒有很多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摳半數基本部位 半數基本部位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以跟外面老師來做對比的話 差不多是他們所說的10%啦 你懂事嗎 所以呢我就五支嘛 五支在做嘛 三套五支在做嘛 基本上五支啦 五支的話一檔股票就20分嘛 就20%左右嘛 那20%的話 一半不是10% 所以呢 所以在過年前基本上我就沒有 我反正沒有留太多的部位在 四檔股票都一半的 40%的部位嘛 啊30號 一崩下來不太對勁 再跟武漢有關係的全部馬上砍掉 剩兩支 剩兩支 兩支什麼 兩支其中是微剛嘛 我每天跟你講微剛 不是嗎 對啊他有沒有上來 他也上來嘛 在瀟灑走一回嘛 有下來又上來嘛 沒錯嘛 啊產業區是往上了嘛 產業區往上的話 所以我們做一個當沖嘛 還有什麼 還有環球晶嘛 一樣啊做個短線嘛 這今天啊 景碩開盤就趕快買一買 然後呢拉上去 拉上去就就就 沖一沖嘛一樣嘛 沖沖的啊 我相信在我們手碼裡面有講到什麼 甚至說這幾天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那個 三文一五的華琴 還有什麼 5269祥碩 華琴跟祥碩 華碩集團了嘛 所以華碩集團是很偏多的嘛 那華碩集團很偏多的話 那華碩集團誰的 那不是華碩耶 這華碩是整個集團嘛 就整個集團那個控盤者 不知道是不是換控盤者 還怎麼樣 那就是很偏多 很偏多的話 今天開這樣 當然是有利多啦 那個J.P.Morgan 欸不是啦 Morgan Slandy今天出了一個報告 出報告的話 出報告的話就買一買吧 好不好 給他一個面子嘛 買一買拉上去就一樣 做個短線 好不好 一樣維持一個賺錢的感覺 這我們大師兄的 衝一下 45991 探加4萬5的 另外一個同學 也有跟我們分享 他今天也是這樣 謹碩 衝一下 做個短線 53169 5萬多 蠻好賺的 所以就是一樣 維持短線上 但我知道事道不好 甚至很多人是根本沒做 其實都砍光了嘛 砍光了 這個地方彈起來怎麼會買 沒放空都不錯了對不對 對不對 砍下去嘛 禮拜一嘛 倒下去 六三八點沒出 對不對 連三八點還不出 當然是趕快出 對不對 趕快出嘛 為什麼 世界末日來了嘛 武漢人間獵獄嘛 那殯儀館那火燒 屍體拼命燒 拼命燒 拼命燒 到底死多少人 電視上打開都說 十兩千 兩千嘛 跟你說差不多兩千人嘛 啊可能是十倍 有兩萬人 大陸那個數字可能是假的 可能十兩萬人 甚至更多四十萬人 我死不知道死多少啊 你看得多這些嘛 所以呢 所以你新聞看不下去 所以你股票是買不下去的嘛 我現在我已經 近代格分析的責任 我叫你不要看新聞嘛 那不是 你不要看新聞嘛 我做過媒體 我當然知道新聞在幹嘛 唯恐天家不亂嘛 越來越亂 他才有新聞可以報嘛 才有收視率嘛 陳平的時代 誰要看的 所以一定是這樣嘛 但是事實上 有時候沒那麼嚴重啦 好不好 然後這個精彩 我現在這個中午 也跟大家分享 爬到現在84.5了 84.5 我們年前不是有賺 不是有出嗎 我們基本部位就一直hold著嘛 一樣嘛 7879的嘛 8182這邊的嘛 不是都賺錢 都賺錢的話就去放著吧 好不好 他講的當然是真的啦 今年第一季的確很爛啦 那現在大家預期什麼 需求遞延嘛 就是所有人都預期說 所有老闆也都這樣講 需求遞延的 往後延 也就是你現在第一季 你現在第一季 你繼續看到什麼 3月份公布2月營收 或是說4月份公布3月營收 一定都很爛啦 大家都衰退啊 因為 有的是鍛鍊嘛 有的是封城嘛 有的是什麼 根本找不到工人嘛 沒工人你東西沒那麼爛 所以第一季基本上 一定是往下掉的 但是呢可能應該就是 往第二季塞 好不好 所以他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 應該是第一季的事情嘛 如果說你需求遞延的話 你下半年 因為現在跟那個 SARS時代 2013年SARS時代 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科技進步很多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的新聞 跟你講什麼 疫苗已經出來了嘛 疫苗已經有在研發了 甚至還有用什麼 用那個易波拉病毒嘛 對不對 易波拉病毒是超恐怖的 不過呢 不過 他非常非常的恐怖 但是 好家在他什麼 他不是藉由空氣傳播 你知道嗎 易波拉如果是藉由空氣傳播的話 全世界可能死一半 一半的人就全部都要掛點 因為那個太恐怖了 那個死狀是超級淒慘的 不過他剛好就怎麼樣 他不是藉由空氣傳播 所以他都可以被有效控制住 那你可以藉由空氣傳播的 像那個什麼 這一次的這個武漢肺炎 你有沒有開始聽到一些 開始什麼什麼 第一個病例 第二個病例開始出院的那個新聞 出院的新聞開始在講了嘛 病毒的目的是複製自己 他不是把你搞死 他把你搞死的話 他自己也死掉了 所以如果說什麼 有人說什麼 這是SARS病毒的變種 SARS病毒是不是 死很快對不對 死亡率比較偏高嘛 但是他會演化 他演化什麼 他的目的就是要複製自己 他不是要把你搞死啊 他把你搞死他也死了 所以他要演化 演化什麼 演化跟你 就是他可以潛伏在你身上 你懂我意思嗎 病毒是要複製自己 你死了他也死了 所以沒有意義 把你弄死他沒有意義 所以他就要演化 演化什麼 演化就是 他可以潛伏在你身上 甚至什麼 甚至沒有那麼高的致死率 所以 所以 恐怖歸恐怖啦 疫情有影響歸有影響 還是你不要一直往 什麼人間領域 事業目中那邊去想 你要去往生物的邏輯去想 生物邏輯就是 他就是要活下去 他到你身上就是要複製自己 他不是要把你弄死 把你弄死的是你自己 你知道嗎 把你弄死的是你身上的免疫系統 因為他沒辦法把病毒消滅 所以他把你的肺部的細胞 全部都消滅了 把你消滅就是掛點 所以你是被病毒弄死了嗎 始作有者是病毒 但是真的把你 真的讓你掛點的 是你身上的免疫系統 其實就是這個邏輯 所以我當時不要一直往負面的方向想 往正能量方向想 精彩我相信 回到這個邏輯 回到操作邏輯 精彩 你看我節目講多久 1月30號是不是跌停版 他一開本就跌停了 你拿出你的手機 滑到看一下1月30號那天 1月30號那天 跌300多 他們都很古怪跌停版 跌快七八點 也沒什麼好錄的 但是我是不是在Lighter 我分享我的看法 我做一段寫什麼 我跟你說 現在跌停版 哇好慘 我們死定了 我跟你說那假消息 我說怎麼告訴我們學員 看一看分析起來 應該是有大戶想要接 然後故意丟個假消息出來 讓商務全部出來 全部不停損 應該沒錯吧 我是這樣講的 那時候我講你可能不相信 跌停 怎麼完全沒有抵抗力道 一開就鎖起來了 你看到今天為止有沒有抵抗力道 啊下去就被收掉了 那不是就被收走了嘛 就那天的新聞嘛 對 你知道嗎 新聞 欸他們有開高走地耶 很神奇對不對 都沒有開高走地嘛 阿威剛這個也是 你聽我每天在講 啊滑擎 不是有告訴你了嗎 啊同學我沒有告訴你嗎 我手碼也按到了啊 滑擎啊還有泰鼎啊 當然泰鼎我不太喜歡 那本益比拉不太高啦 但滑擎是 那時候還扒了幾塊 現在多少 現在一百多塊耶 一百多塊這邊也不用追了 我看法就是不用追了 有時候建好就收了好不好 就算他會漲 後面留給別人賺 建好就收了 阿這個同集團的祥碩啊 所以同朋友 華碩集團今年 蠻用力的耶 你們華擎啊祥碩 祥碩900多耶 搞不好耶 我這邊講的時候那天收813 這邊871啊 今天900多耶 那換什麼 開始換景速 所以華碩集團好像今年有想要用的樣子 所以同朋友我們講的是什麼 我不是跟你說什麼 什麼多會賺啊 什麼操作多厲害 不是啊 我在講都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你方法對的話 你就有獲利能力 基本上就會有下一支 現在一樣 你可能還不敢買 或是說你前幾天都砍光了 對現在 砍光了怎麼一直漲一直漲 對 同朋友 股票市場每天都有機會 你方法對的話 他如果說我回下來的話 趕快用我的方法下去賺錢 所以之前沒有跟上的 好不好 沒有跟上的就 應該好像公司還有新的優惠案 好不好 你可以跟上啦 新的優惠案你可以一起來賺錢 這我們去年的 去年貿易戰搞多久 500多嘛 火爆啊 大師兄的嘛 5253790 如果是你的該多好 你沒他買那麼多張 出一十嘛 也賺五幾萬嘛 對 所以過年很好過嘛 對 跟著大陸走才肥一定有嘛 所以我今天在我們Lighter分享什麼 我們的定存股 今天還有個學員跟我說 老師我什麼都沒買 我就只買定存股而已 對 爆過年 結果就狂漲 對 所以就是跟著大陸走才肥一定有嘛 故事我在裡面 索馬裡面都講了 所以索馬視頻是你的好朋友 好不好 有時候我節目上沒講太多 但是索馬裡面我會講比較多 你想要聽著內線啊 不能說內線 我沒有內線 你想聽著什麼市場消息啊 法人的看法什麼的 大部分我都會在索馬裡面講 好不好 所以索馬歡迎帶著 好啦我們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大家的問題 反獎 有機會回八十塊嗎 阿牛問同心點 定飲 昨天法說透透美西電話車 大耳單現在買 現在嗎 定飲 啊 我們在索馬裡面 不是老說講他有特斯拉的單了嗎 那不是 索馬怎麼沒講 我早就講啊 我比法說還早講 他本來就有特斯拉的單啊 他有特斯拉的單啊 但是他獻證 啊獻證結束了沒有啊 獻證啊 其實特斯拉蠻難搞的 哇 現起來這麼鳥 還這麼鳥 你要不要等一下 他那個獻證 我那時候看好十六塊嘛 鳥鳥的啊 對啊 特斯拉昨天跌了17.9%要求 那不知道怎麼漏的 反正就是 他有影響到啦 他有影響到啦 所以前兩天很強 結果他今天 那個昨天晚上忽然說 那個我上海工廠被影響到 對 馬上暴跌17.9% 所以前幾天漲的 全部都吐光光了 就是怕這個樣子 所以我現在還是為時滴水 我不會因為說 今天大漲了 我持股滿檔 我們股票超多的 對不對 全部都買滿了 等著明天怎麼樣 明天幹嘛有的沒有的 搞不好明天就開始震盪 又開始啊 搞不好 現在就是要反彈這樣嘛 反彈你就做底線嘛 當然有些波段的 對波段的我會有 我基本不會留著 我是不太會出啦 但是大部分都怎麼樣 大部分就是 做做短線嘛 維持住獲利的感覺啦 老朋友我也不講這樣嘛 因為很多法人都這樣搞啦 老朋友法人都這樣搞 你不要以為法人都很神勇 那狂狂敲 沒有啦 很多厲害的法人都是 買了 趕快出掉 好不好出掉 不然就出一半了 趕快出 能出就出 因為等下禮拜再看 方法對的話 現在這個疫情的部分 它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不需要把錢壓在一個 不確定因素上面 好不好 如果說後面疫情怎麼樣的話 跟特斯大一樣嗎 一天爆點十幾% 跑都不會有 那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可以跟我一起來 就算菜錢 好不好 一天四萬多塊 一天五萬多塊的菜錢 如果說你的資金夠的話 一天五萬多菜錢 也是很好賺 老實我沒有那麼多 除以死好不好 一天五千塊的菜錢 也夠你用了吧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這樣這個電影 我認為它這個線型 鳥鳥的 線型很鳥耶 怎麼是鳥 鳥 你可能要變什麼 變價值型投資 但是價值型投資 你要當月線站上在買 我的看法是這樣 然後你問那個同心店 同心店 因為籌碼沒什麼問題的 這這這這 這泰哥的股票 這泰哥的股票 但是它現在可能 不太會動 我的看法不太會動 為什麼 評價合理 它的評價是合理的 去年賺四塊多 今年賺多少錢 去年賺七八塊 第一季不是會被影響到 今年第一季如果說 有被影響到的話 它現在的評價是合理的 那評價合理的話 評價合理的話 就這樣子 評價是合理的 就是也沒有特別貴 也沒有特別便宜 就合理 你可能要等後面 真的手機這部分 開始 越恢復正常 就是 疫情可能過了 那手機這個部分 供需開始恢復正常的話 它可能才比較有機會漲 它現在是合理的 所以也在月線下 月線下 怎麼月線下 基本上我都不太想理它 等它叫它月線基本上再來看 就這樣子 然後反假 有沒有 它是基本上它是好的 不是說基本上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但是它現在 不便宜 就是合理 合理 合理是要買什麼 合理 而且孟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還不知道它做什麼嗎 你現在還不知道它做什麼嗎 它在長什麼嗎 都知道了 我都講那麼久了 從這邊講 然後講大半年了 你還不知道它長什麼 就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的話 你除非後面業績 出來是非常驚豔的 不然 它應該就在這邊了 一百五附近那邊 撐了不知道撐多久 所以短天上 可以先不用理它 這樣月線就不再講 因為法蘭這個地方 也都沒有推啊 反假 反假回80塊 應該是可以的 我的看法應該可以 應該是可以的 它也是有電動車題材 好像零的時代它也有單 然後它那個 其實主要是它的伺服器的部分 它也是做高階伺服器的傳輸線 其實那個部分蠻有競爭力的 其實它是可以留意的 這次股票應該是有機會回去的 但是拖多久我不知道 拖啊 過往不知道 而且它線型 其實像這種 基本上都是有大破壞 可能它稍微拉回來 就是把線型做好一點 而且你外圍的感 才會有人跟嘛 不然這個就怎麼樣 你只能就等 就等而已啊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還是那句話 朋友 還是要停損 還是要停損 就是當一個突發性的 系統性發展出來的時候 其實如果說真的不對勁 你是要停損的 你不要沒停損啊 先停損 搞清楚再來買 都來得及嘛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你把它砍掉好了 這天已經砍得掉了嘛 這天它也是震盪 它最後才跌的 因為很多股票是最後才跌停的 對不對 沒錯吧 那天不是說一開盤 就跌300多檔 是後面慢慢 才跌到300多支的 它這個 跌下來 你看這天跌下來 你就算今天買回來 你還有賺 你還有賺 你還有賺它價差 所以有時候就是 你當不對的時候 你就是 砍掉是沒有關係的 好不好 你就把它除掉 當然你的風險 你的資金比例要分配好 你不要一支股票 然後說我全壓 全壓廢話 你當然砍不掉啊 幹什麼 老師我全部 好慘 為什麼 我全壓 誰叫你全壓的啊 啊 誰叫你全壓啊 就跟你說我五支在做嘛 五支在做 你不要全壓嘛 全壓的話 壓對的話當然恭喜你嘛 賺翻了 壓錯呢 或是說遇到這種狀況 假衰 災下去 只要大陸有問題的 全部都會多下來 甚至有些股票 主力在裡面的 主力嚇到嚇死了 嚇到嚇死了 他當然是眼睛閉著市價砍啊 他還等你砍 他自己就砍了啦 所以 有時候我記得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那種基本面好的 有故事的 那大家都在裡面嘛 只要有人砍出來 就整個都撸下去了啊 所以你不要想說基本面很好 續爆續爆 有啦 後面可能會爆回來啦 這是當有人在出的時候 大家跟著出的時候 那個可能要搞一段很長的時間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像這就是 我是認為他有機會回來啦 不過 可能拖一下 還是還是一樣啊 你如果說這邊砍掉的話 你這邊今天都還有加差嗎 對 停損設好了 好不好 宇峻 宇峻喔 三國群轉 買在11510張 現在他成本又中風跌了 能解套嗎 120會過 這個是 他不是在漲那個嗎 寒假概念股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 就是疫情的部分嘛 當然如果說疫情的部分的話 你寒假現在 宇峻你有沒有玩他的遊戲啊 啊 同朋友 你是有生宇峻的遊戲嗎 他過年那個 推的那些什麼儲值優惠 已經結束了 你知道嗎 啊 儲值優惠啊 儲值優惠啊 我記得結束了吧 什麼儲值 返利10%的 結束啊 因為我有在玩啊 有沒有 我玩不是說什麼 他遊戲很好玩 我是要看他為什麼他的價值 他為什麼那個股價值100塊 他到底推什麼東西 推什麼遊戲 股價可以值100塊 所以我都會無聊 他會點一下 就是那些各大廠的手遊 我都會點一下 我會點一下 看你們在幹嘛 那他那個儲值返利什麼的 就不是過年 要結束了嗎 沒剩幾天了嘛 這沒剩幾天的話 應該就是 去去去去去嘛 對啊 我的看法是 100多這邊應該是 那時候 有時候有回到你成本附近的話 把它出一出啦 哇 因為 遊戲股都漲兩波 一波寒假 一波暑假 一波暑假 現在2月6號咧 延到2月21日而已 延到2月21日 我們也差不多啊 3546嘛 對不對 是不是3546 對啊 3546啊 所以 你看 我沒有老人吃代號 我還知道他的代號啊 我現在收112啊 他這個差不多 這個如果說破線的話 你要出啦 你把它115 還在你成本附近啊 我的看法是你成本 如果說有解套的話 看你被招招 他的優惠案啊 他那個 你買他你要知道 他靠什麼賺錢的啊 你不知道靠什麼賺錢 你知道他看線型啊 你看線型 股票基本上走是跟著產業的啊 他那個出資優惠 怎麼過年優惠 基本上就推完了啊 都撒掉了啦 好不好 我看一下 美食還有戲碼 他很高 很高是多高 很高是多高 美食現在多少 啊對 美食也摘下來 他很高他在這邊嗎 這股票其實有人在顧啦 好不好 弄一弄基本上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弄 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支股票有人在弄 有人在弄啦 因為這 但是我知道 我記得他這邊好像出掉了 這是我知道啊 我之前也做過嘛 我也走過了 我也出了啊 這是有人在弄啊 好不好 啊 啊 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學員啊 如果說你是我的學員的話 他如果要弄的話我就告訴你 如果說你短時間沒辦法解套的話 起碼掉下來 你可以談 到時候人家要弄的話 你可以攤平 攤平阿哥 好不好 所以 手碼帶著 好不好 只是說手碼帶著啦 這支股票有人在弄 有人很喜歡 我只說有人很喜歡做他 然後剛好 欸我就認識 好不好 啊 已經出掉了 是出完了啊 那時候營收不是很棒嗎 營收很棒的 全部都拿出來啊 都是做完了啊 掉下來 掉下來 應該還會再弄上去 因為他們很喜歡我們這支 好不好 吳正穎同學問南亞科 何思進來 南亞科 昨天不是 JP Morgan有出報告 對 昨天是JP Morgan出的 沒錯 今天是Morgan Stanley出 那個請說報告 他寫 對 我記得JP Morgan寫100塊 耶 105耶 對 105啊 JP Morgan寫的啊 Overweight 對啊 對啊 現在100多塊啊 所以應該應該還有 我認為應該還有機會 不過他們都講下半年的事啊 就是 假設疫情 後面可以獲得控制 你下半年 手機伺服器全部出的話 低位一定是不夠的 就低院的 因為5G手機用低院會增加嘛 所以就會不夠 那就會不夠的話 像這個就是什麼 什麼南亞科啦 威鋼啦 但是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威鋼耶 起碼投信買給我看了嘛 買一缸子買來這邊給我看嘛 他如果落跑 再落跑就好了 落跑破線 他如果落跑又破線 我就跟著看吧 但是看起來沒有啊 框框兮兮 還好 重砲是沒什麼問題啊 南亞科就跟美光一起了 那昨天 昨天低院已經強過了嘛 所以今天休息很正常嘛 不過這支其實蠻妙的 那投信買一買又不買 但JP貓根看的不錯啦 好不好 台光電他134該如何是啊 134還好吧 我覺得還好耶 還好 應該還好啦 他蘋果的啦 蘋果的啊 應該可以啦 那個投信有反買為賣 這是應該可以的 這種是好公司不會死掉 好公司不會死掉 你不要說好公司 不會啦 蘋果的啦 這是不會死掉啦 然後VV問那個 益龍店久了也久了嗎 益龍店也是好公司啦 但是這一波就是摘下來啦 這應該 應該是會吐掉得到 因為他是做什麼 他是那個 筆電的那個指紋辨識的部分 筆電指紋辨識 第一季不是全部都影響到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需求地也 全部往後延 好不好就是第一季 第一季大家都影響到了啦 第一季全部都拖到了 第一季全部都拖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還是一樣 等他長回來 只能等他長回來啦 但是像這種 這種 基本上你也不用擔心什麼 會疊死人什麼 他也不會啦 這種也不會啦 這種也不會啦 這種都不會啦 這種都是 類似比較名門正派的公司 那 基本上比較沒什麼問題 就是他如果掉下去 等那個產業開始怎麼樣 就是蘋果 疫情結束 疫情獲得控制 就是蘋果正派開始拉貨 他們就會慢慢的就 慢慢就推上去了啦 這個也是啦 這也是啦 好不好 都慢慢就會推上去了啦 我看還有什麼 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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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海哥的啊 統心幾號 都忘記了 海哥的啊 海哥那天不知道誰 好像有同學來問 我有看一下 海哥沒有出啊 海哥沒有出 因為海哥成本低啊 成本在120 120、110那裡吧 拉上去他沒出 會往下掉啊 往下掉的話 統心你要先知道他做什麼的嘛 如果說後面的那個 私有雲是OK的話 就是5G下面開始 要物聯網嘛 所以會有很多私有雲嘛 他基本上是屬於那一塊的啦 那屬於那一塊的話 今年 還是一樣好不好 第一劑全部都受到影響 第一劑全部都受到影響了 那都受到影響的話 這種股票怎麼樣 就比較偏投機嘛 投機轉 應該是投機 炒那個轉機的啦 在這種有突發性的狀況的話 他一定會跌很深啊 一定會漏很輕的啦 就像當年的精采一樣啊 之前不是什麼指紋辨識有沒有 後面好像意思什麼 那個太貴了 那個安卓不用 那個一題材下來 哇那個整個摘下來耶 這種轉機的 就是營收可能 你現在還沒看到的 只要一有這種 目前這種狀況都會跌很深 就是會咚咚咚往下掉 但是一回穩的時候 又爬上去 我記得海哥是沒出的啦 海哥看是沒出的啦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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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他應該要慢一點啦 卸帥發大財 發大財 發大財 雅力 前天長聽說我一聲 太二手了 雅力就那個啊 封電啊 封電 這沒封電耶 哇這線型好強喔 這線型不錯啊 這線不錯啊 就照著實線嘛 實線沒壞的基本上都OK的啊 線型蠻強的啊 只是這個沒法人耶 這是特定特定人在做的吧 沒什麼法人啊 都沒看到耶 扛的 但這個有人在吸啊 這麻煩叫招呼的啊 他有人在做啊 那只是不是法人做啊 應該是 看可能這個公司拍來幹嘛 他是那個風力發電的啦 風力發電今年應該會發包嘛 對不對 發包的話 有沒有什麼雅力華城這些 那個配電重電的 基本上已經先受惠嘛 有沒有那個風力發電 但是重電先受惠喔 再來才是什麼 做什麼什麼海底那些喔 你重電沒先做好 你去做那個 那你電是什麼呢 要怎麼送過來 你那先做好 路上先做好那個電廠 然後呢配電設備 重電先弄好 然後呢 才去做海上的 然後整個拉過來嘛 所以他是先受惠的啦 所以像這個我認為是 是OK的啦 有沒有就政策的啊 政策的 但是就低線啊 低線啊 昨天回撤 我們看這支股票啦 這是我要跟大家提的啦 哇好嗨喔 結果我隔天哪會摘下來 隔天馬上跌五哈 就是現在很多人都在做短線啊 就是大家都在擦低線而已啦 尤其他漲停 要不然就當衝 隔日衝就是都不太敢留單啊 就是有賺趕快出掉啊 這是我要告訴你講的 所以呢 所以我才跟你說現在幹嘛 做短線嘛 做短線嘛 不然就像這樣一樣 哇漲停 對我好害 欸欸欸 怎麼這樣 就是這樣啊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你有賺怎樣 你有賺要剪嘛 該撥斷 我會帶你做撥斷嘛 該短線在那邊 搞來搞去 我會帶你短線搞來搞去嘛 就差不多這樣啦 大宗上來的怎麼辦 大宗喔 應該後面會再弄上去 但我不知道多久耶 應該後面再弄上去啦 這一樣啊 東搞去 跟後面應該會搞上去啦 這種股票也不會死啦 他跟尼克森 基本上應該今年都有戲啦 他跟尼克森啊 今年應該都有戲啦 今年啦 只是現在這一波本來就大破壞啊 咚咚咚 全部都知道了啊 這個都有被影響到的 都有怎麼斷電危機什麼的 但是他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會上去吧 應該是會上去啦 那上去等線也好再說啊 線型現在鳥鳥的怎麼做 等他線型好一點啊 金箱店那金箱店也是啊 金箱店這個 他的廠不是在武漢嗎 他的廠就在武漢啊 他廠武漢 有沒有 聽到兩個是武漢 你還敢買喔 不太敢買了吧 好朋友我跟你說 金箱店我們來買金箱店 那個廠在武漢 對不對我們全力買進 你敢買 可能電話打到老是武漢 還買這個 嚇到嚇死耶 他廠在武漢啦 所以呢所以這有被拖到的啦 被拖到就是 等回溫 不管是什麼買牆的 好不好 那後面 小新同學 脖子 你是看我的那個喔 看我昨天連線的是不是啊 我昨天連線隨便講一下 脖子他今天都大漲 好不好 他不錯啦 滑錢模式應該不會啦 會漲啦 但是他的股性沒那麼活啦 好不好 他又不是滑溯的 他如果滑溯的話 搞不好很飆 脖子就不是滑溯的嘛 但是他又反而在顧啦 好不好 股價就很強啊 因為生潮之後沒底點了 不是嗎 做PCB的板子嘛 今天日本那個 日本好像有一間廠是 PCB的板子大漲嘛 啊為什麼PCB現在會漲 很簡單的很簡單的事情 因為很多PC板子都在武漢嘛 到時候大家都現在允許說 2月10號復工 可能慘的根本看不出來 對就看不出來嘛 看不出來就再看嘛 所以2月10號之後 他還是一個 就旁邊上來說 2月10號之後 他是另外一個觀察重點 當然如果說回到我們一開始 跟大家提到就是什麼樣 他搞不好會燈燈燈燈燈燈 回來什麼 回來做第二隻腳 那回來做第二隻腳 當然有的強勢股 他可能不會理你啊 可能漲自己的啦 但是當那個盤裡面回來的時候 有些股票用還是一樣可以減 好不好 我們做個結論啦 做個結論 那有些沒有回答到的 沒有回答到的就 我們有聯盟版嘛 可以利用聯盟版來做聯繫嘛 那如果說就盤勢來講 我的看法是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之前沒追的 這個地方你也不用過度追了啦 好不好 就是我的看法是 你全部漲上去的話 就是整個武漢疫情就什麼事都沒有嘛 問題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子嘛 他就是在那邊嘛 還沒有被消除嘛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回來做右腳 當然是只有指數的部分 那各五部分就是 各五部分我們的節目叫籌碼動人 每天都有 搶的籌碼股票可以看可以做嘛 所以呢所以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可以做 但是以短線上來講 就這個武漢疫情沒消耗之前 做短線好不好 做短線 常常賺累積大獲利 沒錯吧 常常賺累積大獲利 那如果說 有興趣想要跟上我們的 好不好 就是我們有優惠 你可以跟上 但我們有波段 什麼金財那些 講到都不要講了 好不好 應該是恭喜你賺錢嘛 不是吧 恭喜你賺錢嘛 金財阿財不講那麼久了 掉下去還寫Line 大概才跟你說假利空 不然他要怎麼樣 都跟你講他那樣子 他要怎麼樣 老實是沒買 沒買我也沒辦法 代表什麼 代表你要跟上啊 不然咧 你自己搞都搞不贏嘛 跟上轉個運看看嘛 好不好 那沒有回答到的 就用我們那個留言板來問 好不好 那有優惠 如果說需要幫助的 或是想要一起賺錢的 掌握收手歡迎你 好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之前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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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